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輛公車整個是塞滿滿的狀態 就是 你只要站著 然後不拉任何拉環 你都不會跌倒哦 非常的方便 整個人全部塞得滿滿的 密度超級高 超級急 超級恐怖 好 那我們這邊 就帶大家來稍微看一下 如果沒有辦法去燈會的話 或是 太遠 然後或是 不是台中人的話 要看一下台中燈會的話 這邊家瑋來介紹一下 阿鬼這邊 昨天去燈會走過的路線 然後所看到的一些 有趣的燈吧 其實我們那時候到捷運的時候 到高鐵捷運的時候 大概還走了十幾二十分鐘 才到達燈區 因為人非常的多 然後它的交通動線有點混亂 那人要穿越的話有點麻煩 要繞一圈才進得去 超難走的 好 我們那時候從那邊一進來 看到一棵綠綠的樹 然後有一堆很大片的燈籠 這邊有一些動物 然後還有 還有星期天 不是星期天 是長頸路 肉咖的長頸路 還有一些動物阿 超多的 然後這邊主題就是羊阿 因為是羊年 然後這邊有一個飛羊門 感覺像是一個地標的 地標的一個大大燈籠 其實它不是燈籠耶 它上面是各種風車 那你就是看到它那個身體的風車 會一直轉轉轉轉轉轉 然後頭是會亮發光的一個 山羊的感覺 飛羊門 還蠻蠻酷的 而且規模很大 超大一 超大一隻的 地上有一堆可愛的小梅羊 各種羊 梅羊阿 山羊 還有什麼羊 羚羊 然後一些 很像那個樹 呃 水 那叫什麼樹 光樹 光須須的樹 好爛的形容詞喔 好 這邊看起來真的 實際看起來很漂亮 我喜歡這種感覺 就是有 垂下來的燈 然後 有一些小裝飾 小燈籠這樣子 這樣子非常的好看 那這邊有另外一個感覺是 大地標 鳳灌門 這感覺很厲害 很像什麼 欸 很像什麼大酒店 什麼的感覺對不對 那上面全部都是那種紅色燈籠 那很有 中國風的感覺 鳳灌門 還蠻酷的一個地方 很像那個小當家裡面 會出現的場景 什麼大酒樓阿 或是什麼 什麼 豪華遊艇 然後上面是那種 中國風的感覺 這邊還有小小小的 它這個是台中公園 那個什麼 狐心亭 然後隔壁有老皮 隔壁有肥肥的老皮 肥滋滋 旁邊還有一些奇怪的隧道 蘑菇 蘑菇森林的隧道 那邊那個材質還蠻 飄逸的感覺 它那個 熔布有點透光 然後感覺軟綿綿的 感覺很飄逸 做的還蠻精緻的 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大 還有一些大鳳梨 這邊很多花 很漂亮 很多花的燈 然後很多很多 它有分很多主題區 然後還有一些拱門阿 那就是 每個拱門都有一個特別的設計 那這邊還有一些 比較民俗風的感覺 這好像是就是 嫁新娘對不對 娶新娘的那個 的情景 然後還有廟阿 然後 還有三根香 很像點蠟燭喔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 有人做壽事在這邊下跪 應該是在拜拜吧 還是什麼 然後還有一些很酷的 這個 古錢 古代的銅錢 歸圓方菊 圓歸方菊 怎麼唸比較好 反正就是度量狠的東西 然後還有這種 燈籠 有點古風的這種 日式燈籠 那這邊不曉得為什麼 還有一個奇怪的 芭蕾舞女孩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這不知道是什麼 什麼主題 那 可能大家 喔 還看到有些人 就是去偷拍她群底下 好 群底下其實也沒東西 就是亮亮的這樣子 不過有裙子 就是有人會跑去偷拍一下 好 奇怪的一個芭蕾舞者 那這邊 喔 是一個愛心耶 嗯 有點牽強 然後它整片的那個燈籠 就是拍起來這樣很漂亮 很壯觀的感覺 這也是一個 算是一個小拱門的一個地方 很酷喔 那這邊有一點 爵士音樂的感覺 他們在演奏音樂 那這邊也有一個 那種舞台區啊 那邊是有一些主持 然後一些音樂的活動 好 這邊有一個 有點像龍蝦的 小小的龍 應該是龍吧 肥肥滋滋的 對 那我們這邊 我們來到那個主燈區了 這個2015年 台灣燈會的主LOGO 我們在外面還有看到這種樹 然後我喜歡那種樹上有垂一些那種LED燈 那很漂亮 各種顏色 那就感覺樹的顏色都變了 這邊紫色感覺非常的夢幻 不曉得這樣燈會不會對樹造成什麼傷害 不過真的是很漂亮 喜歡這種好看的感覺 那最後呢 我還有錄到一段 主燈秀的畫面喔 接下來就讓大家一起來看一下吧 台中高鐵的主燈秀 請大家一起來觀賞 吹燦亮麗 主燈秀 耶 主燈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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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